美丽是一张通行证 美女总是会让人心旷神怡 印象深刻 但是当许多的亮丽面孔聚在一起时 要如何脱颖而出 可就要凭真本事了 今天是嘉丽们第一天报道 来看看16位嘉丽 要如何留下完美的第一印象 我是第一号选手 英文的名字叫Christine 今年18岁了 来自温哥华 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选美呢 是因为我觉得 凤凰电视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电视台 还有我也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我就参加这个选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朱丹四号选手 英文名叫Cloy 我来自温哥华 我参加这次选美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 我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第二个目的就是 我想更多地体现我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可以更多地回馈于这个社会 我是二号选手 张宁玲 今年20岁 我来自多伦多加拿大 我参加选美 参加凤凰律师中华教育 所以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认识我 而且我也很想帮助更多的人 大家好 我是15号嘉丽玲姐 我来自于台湾 两年前我从台湾到美国念书 我从纽约过来的 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次选美活动 来增进自己的自信 然后认识来自各方的家里呢 那我是觉得说 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 然后成长 从这个活动当中 付我突破 我叫孙晨 从小成长于中国深圳 那我是来自纽约赛区 现在是NBC 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的一名实习生 那我来参加这次选美 是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发掘自己的过程 同时会认识到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 优秀女孩子做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梦 英文名Mona 我来自旧金山 我来参加选美 是我觉得凤凰可以给我一个梦想的平台 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梦字 所以我相信凤凰可以让我的梦想越飞越高 我叫施凯西 今年18岁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但我祖籍是中国的杭州 我是第十四号选手 我来到这里 因为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比赛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更学好中文 然后认识各种各样的人 我是十三号陈琴娜 英文叫Tina Chen 琴娜是哪两个字呢 就是情情欲利 恩我多字的意思 我过了自暑假以后 就要上UC Berkeley的三年级 主修Political Science 我来参加这个中华小姐选拔的原因 就是可以交更多新的朋友 也可以让我年轻的时候丰富我的人生 我下学习就要到北大去当交换学生了 好我是六号 我叫艾成来自哈佛大学 那我出生在安徽黄山 我童年的生活是采茶寨里 但我童年的梦想 却是立志做传媒和慈善 因为我想跟更多的人去分享 不仅是物质财富 还有精神财富 那17岁那一年呢 我第一次到北京 第一次开始学习传媒 21岁 我到申请到联合国总部的实习机会 第一次开始在美国工作 我是五号郭薇 来自多伦多 从小出生在中国山西太原 现在在多伦多工作 从小那个就特别高 然后就被大人 灌输了模特梦这个梦想 然后长大了在北美 果然能做模特 觉得自己非常地鲜艳 然后18岁考入了 约克书的商学院 然后学了国际工商管理 我是八号参赛选手 我的名字叫秦小杰 今年24岁 来自温哥华 凤凰卫视举办的 中华小姐的活动 历届以来都以真善美 为评选标准 为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 另一方面我来这 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认识很多朋友 丰富了我的人生 用我自己的美丽 去创建我的梦想 我是十一号邵薇 因为名字是Anna 是从多伦多大学 工商管理系毕业的 现在是一位特许会计师 这一次我来参加 凤凰卫视中华小姐呢 是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高 这是一种很不同的经验 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我是九号选手 郑敬 来自阿肯瑟州立大学 目前是一名攻读 大众场面专业的在校研究生 今天来到这里 参加凤凰卫视 中华小姐 是因为希望在比赛的过程中 不断地提升和学习自己 并且我将来 能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能成为一名 合格的媒体投业人员 我是十二号选手 高茜 因为名叫阿尔斯高 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 出生于山东青岛 一个非常美丽的海军城市 参加这个选美呢 我是想来拓换一下 自己的人生阅历 而且我也相信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在这个精神层面上的收获 也会让我受益终生 我的名字是 赞齐齐 我的英语名字是 Ganish Dan 我是从洛杉矶来的 出生也是在这里长大的 我是七号 然后呢我想选美 因为呢我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让现代的女性 知道美貌跟聪明 不需要分开来 两个可以合并的 我是十号陈宜静 Erica 今年二十岁 我来参加选美的目的是 希望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希望把自己以前 不知道自己的潜力 逼一把把它逼出来 第二是因为我希望 通过这个比赛 可以认识一些两师益友 希望对以后的生活 轨迹有所改变 我其实我这个比较有意思 我准备是弹钢琴 就是因为我弹钢琴 已经弹过去十级了 所以我觉得我弹钢琴 最拿手最容易给我弹钢琴 可是我到那儿 她们没有钢琴 所以我在想 我还可以干什么呢 我妈说让我背一个诗 可是我又记不出来一个诗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然后最后呢 我说跳一个舞 我今天我也学过跳舞 我学了十年 所以我在那儿 就压抵护了一下 然后也过去了 第一天是教我们摩托 就是怎么样 走摩托步 然后呢 就开始教我们开唱舞 还有小礼服怎么走 泳装 长礼服 就每种走法都不一样的 所以每天就四个小时 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 挺累的 大家前两天 大家的脚都磨 磨流血了 然后再过一个星期 好像用脚就没事了 这几天我最喜欢的戏们 就是开场舞吧 就是因为我以前我就跳舞了 所以我对跳舞非常感兴趣 我的感觉是很 我现在放回响 其实我也忘了什么感觉 但是呢 我只知道我非常兴奋 因为我挺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 而且我觉得在舞台上表演会非常棒 然后呢我就没有多么想 就是非常focus在我需要做的什么 然后呢我们这个show 其实我做完这个show就是做完了台步 然后呢跳完了舞 然后做完才艺 我都已经觉得就是finish了 都不需要选需要谁上去 才艺表演我是表演的肚皮舞 但是我这次我也有点点一样 去洛杉矶是代表多伦多 因为多伦多有很多优秀的女孩子 然后我还得代表我的姐妹们 对对对 其实我被选到之前我就已经 我被选到的是这家上金奖 我都觉得很满意了 刚开始很紧张 我进去之前我就觉得有点紧张 但是我自己就和自己放松 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 然后就想就没有什么 只是多了很多观众 然后看我表演而已 我当时准备的是新疆的顶碗舞 我九岁半我就到了上海舞蹈学校 然后顺利读了六年的中专 顺利考入大学是北京舞蹈学院 当时我算是我们班最小的 而且我们当时在一两万个人里挑出 我们班女孩只有十四个 然后我们平均身高是一米七左右 我觉得华姐这个比赛特别好 因为我可以认识非常多的好朋友 而且大家都是很好的心态 然后让我觉得大家都很乐观 然后都没有太紧张 让我本来很紧张的心情 越来越放松 我旁边的一个女孩 告诉我特别好的一句话 她说真的不用紧张 你就相信自己 因为只有相信自己才能战胜自己 集训我们集训了蛮多东西的 一共有十个part 一个part有我们有旗袍 我们有泳衣 我们有小礼服 晚礼服 晚宴 然后还有恰恰 拉丁文我们学了四种 有恰恰 有桑巴 包括轮巴和Jazz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选高跟鞋嘛 然后第一双不行 然后就会把它换掉 然后再选第二双 第二双不定换第三双 然后换到合适的时候 大家脚上全部都是搬着 没有一定还可以还怎么样 我每天我们买穿个鞋 都买不过来的 很多的 很痛心 当我点到名说 进入每周赛季的整个别赛的时候 我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来入城鞋 又去旅游 又去旅游 又去认识很多朋友 然后我很想做什么的过程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也可以 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会认真去做 不会就是比较草率 草率 看完这些嘉丽们的告白 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心有所属呢 别着急 好戏在后头 明天我们除了将继续欣赏美女以外呢 还会看到她们是如何面对各种挑战的 2011中华小姐美洲赛区 美意创建梦想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ق当您说的是我们公交下战